逆剑狂神第七千七百三十一章 无敌的剑客 作者 一剑倾心 林轩望着前方的这些龙族强者 毫不在意 他显得风轻云淡 高高在上 彻彻底底的惹怒了对面龙族的那些人 好狂的口气 年轻人 你太不知天高地厚了 让老夫来 好好地教训一下你 对面一个身穿白袍的老者 怒了 他头上长着一对龙角 一双眼睛 绽放着神秘的云雾 下一刻 他冲了过来 他的身形 非常的飘渺 瞬间便来到了林轩的面前 林轩冷哼一声 手指一挥 一道凛冽的光芒 飞了过去 瞬间洞穿了对方的身躯 对方身上 出现了一个可怕的裂痕 然而 并没有用 白袍老者咧嘴笑了 忘了告诉你 我是飘渺云龙一族 说到这里 他的身躯 彻底地化成了云雾 散开 从四面八方 朝着林轩杀了过来 呵呵呵 竟然赶得罪我们 看他怎么死 由云老亲自出手 这小子足以自傲了 你猜他能够挡几招呢 三招 三招之内 他必死无疑 年轻人 下一次 眼睛放亮点 有些人 不是你能够得罪的 林轩耳边 响起了苍老的声音 那些云雾 化成了无数龙影 想要撕开林轩的身躯 飘渺云龙一族骂 林轩眯起了眼睛 这手段 确实可怕之极 换成其他的真神 恐怕要绝望了 但是 想要用这样的手段 对付他 还不够看的 他冷哼一声 赵破山何万躲 在他身上 出现了无数道璀璨的剑气 以他为中心 朝着四面八方 飞了过去 每一道剑气 都金光闪耀 化成了天地间的唯一 那些剑气 刺破了云层 就仿佛一团又一团阳光 洒落了下来 剑气不但锋利无比 还带有可怕的火焰气息 远处 龙族的那些强者 被照耀的 身躯都颤抖起来 这是什么剑气 为何如此的可怕 而前方虚空之中 更是传来了一道惨叫的声音 那些云雾 彻底地被冻穿了 就仿佛一幅画卷 被刺出了千万个窟窿 无数的云雾 朝着远处飘去 彻底地远离了林轩 在远处 一道身影浮现了出来 白袍老者倒在了地上 身上的白袍 已经被染红了 他那苍老的脸 带着一丝惨白和绝望 云龙一族 除了身法缥缈之外 还有一个特点 那就是云无形 想要伤到他们 非常的难 凭借着这一点 他们就能够立于先天不败之地 可是 刚才的剑气 真的是太可怕了 他已经让身躯 化成云雾了 所有的剑气 都能够穿过他的身躯 伤不到他 然而 刚才的那道剑气 却轻易地伤到了他 甚至 将云雾都斩断了 还好 他逃得快 再加上 他的修为实力强大 才活下来 如果换成 另外一个年轻的龙族强者 恐怕刚才那一剑 已经灰飞烟灭了吧 云老 你怎么样了 周围那些龙族的强者 都梦了 之前他们还笑着说 三招之内 对方就会败在云老手中 可是现在 云老竟然被一剑打败 眼前的这个年轻人 究竟是何方神圣 也太可怕怕了吧 少爷 小心 他很强 白袍老者 望向了龙飞 一脸紧张地说道 龙飞眉头紧紧地皱起 下一刻 扔出了一瓶丹药 他说道 你先好好的疗伤 接下来 有本少爷亲自出手 你们让开 龙飞大手一挥 一股力量 分开了众人 他脚下的战车 发出了一道 低沉的吼叫之声 就仿佛活过来一般 朝着前方 狠狠地冲了过来 嗡 这辆战车 横扫天地 瞬间便杀向了林轩 就仿佛一座万古大山 狠狠地杀来 林轩施展他的混沌体 一只混沌般的大手掌 朝着前方 横推了过去 所过之处 开天辟地 轰鸣般的声音响起 两股力量 在天地间碰撞 周围的虚空 不停地裂开 龙族的那些舞者 见到这一幕的时候 惊呼一声 混沌的力量 你是混沌神族的人 原来如此 我说 怎么这么嚣张 敢在我面前放肆 你就算混沌神族 又如何 我太虚龙弓 可并不弱于你 战车被挡住之后 龙飞强势出手 在他背后 飞出了几十道龙影 朝着前方抓了过去 与此同时 脚下的虚空裂开 出现了一个 深不见底的裂痕 就仿佛一片深渊一般 从那裂痕之中 有着一只漆黑的龙爪 探了出来 抓住了凌轩的脚掌 想要将凌轩 带到深渊之中 凌轩的脚下 出现了一道黑白之路 带着神秘莫测的气息 瞬间 就飞入到了深渊之中 咔嚓一声 那漆黑的龙爪 瞬间裂开 而在他头顶 则是一片又一片苍天 落了下来 将那些飞龙 全部击碎 那些苍天 视如破竹砂 向了龙飞 龙飞吓了一跳 这手段 怎么和混沌神族的 不太一样 他驾驭着战车 快速地闪躲 然而 天空中的苍天 越来越可怕 笼罩了一切 那股厚重的力量 足以镇压万物 龙族的那些强者们 身躯都颤抖起来 龙飞的脸色 也是变得苍白 他冷喝一声 在他身上 冲出了一道漆黑的剑气 斩向了苍穹 瞬间将这片天地斩碎 放心吧 少爷 带着九幽魔龙剑 没有人能够伤到他 这小子就算再强 也不是对手 白袍老者一边恢复 一边笑着说道 周围那些人听后 也都松了一口气 九幽魔龙剑 是绝世神器 威力超乎想象 大成真神也抵挡不住 破开了诸天剑法之后 龙飞冷冷地问道 你究竟是谁 你不是混沌神族的人 吴 林无敌 你不是我的对手 乖乖地臣服吧 林无敌 听到这个名字 众人都是倒吸一口凉气 原来是他 传说中 这片宇宙的第一天才 我倒是谁 原来是你 还什么第一天才 你也配吗 那是我们神族没出来 如今我们神族出来了 你还敢用第一天才的名号吗 在我们神族的血脉面前 一切的天才 都是蝼蚁 我们神族的血脉 高高在上 不是你能够想象的 听说你 不但是第一天才 还是一个无敌的剑客 我倒要看看 你能不能够 挡住我的剑前 龙飞神情变得凛冽 在他手中 出现了一柄黑色的魔剑 逆剑狂神 第7732章 神盾的威力 作者 一剑清新 龙飞早就听说过 林无敌的名声 知道对方的剑很强 而且 还是大龙剑的传人 剑气更是无坚不摧 之前 能够轻易地打败云老 就足以说明 对方的不凡 正常情况下 以他的修为实力 想要打败这样的人 非常的难 甚至 还有落败的危险 现实情况 却不是这个样子的 他手中拥有 九幽魔龙剑 这是一件极其可怕的神器 推动这样的神器 需要非常大的力量 龙飞没办法 持续地施展 只能够施展一两招 这是他的杀手锏 按理说 这样的底牌 不到万不得已 生死存亡的时候 是不会轻易动用的 可是 龙飞要反其道而行 他就是要在一开始 动用这样的大杀器 他就是要在一瞬间打败对方 就算无法打败对方 也要重伤对方 这样一来 接下来战斗的节奏 就由他掌控了 他可以轻易地 碾压灵无敌了 到时候说不定 还可以抢走 对方身上的大龙剑 想到这里的时候 龙飞嘴角 扬起了一抹冷笑 他体内的龙血 瞬间就爆发了 无数道龙影 从他身上飞舞 融合在了 九幽魔龙剑之上 那把剑的光芒 黑色的气息 笼罩了天地 四周暗淡了下来 而在这黑暗之中 仿佛有着 一双神秘的眼睛睁开 就仿佛沉睡了 亿万年的魔龙 苏醒了一样 看我一招秒杀你 龙飞一声怒吼 挥动九幽魔龙剑 全力朝着前方 狠狠地斩了过去 黑色剑光 划破了天地 化成了时间的永恒 这一刻 整个天梯 都剧烈地晃动了起来 龙族的那些舞者 身躯颤抖 云老哈哈大笑 林无敌 绝对挡不住这一剑 他会被秒杀的 哄 前方的一切破碎 不复存在 虚空被撕开了 一道巨大的裂痕 连接着未知的空间 林无敌的身影 似乎已经消失不见 连一点血污 都没有留下吗 龙族的那些人 见到这一幕的时候 都惊呆了 传说中的林无敌 可是很厉害的 可是 在魔龙剑之下 对方灰飞烟灭了吗 不堪一击 龙飞冷笑一声 他的脸色 变得无比的苍白 他拿出了一个宝盒 打开之后 里面放着八枚丹药 他从里面拿了两枚 吞浮了下去 他消耗的力量 以极快的速度恢复 苍白的脸色 也缓和了不少 收起了九幽魔龙剑 龙飞朝着前方飘了过去 他要寻找大龙剑魂 这一次 还真是天助我也 竟然能收集到大龙剑魂 真是逆天的造化 说不定 我还有机会 超越我的叔叔呢 龙飞无比的开心 很快 他便来到了大裂痕附近 目光望向了裂痕里面 并没有发现 大龙剑的气息 去哪了 难不成跑了吗 龙飞眉头微微皱起 可就在这个时候 他发现在裂痕的后方 竟然有着一排脚印 龙飞顺着这脚印 望向远处 下一刻 他愣在了那里 他的眼睛瞪得大大的 似乎遇见了 最不可思议的事情 后方的那些人 也是笑着说道 少爷 你放心 我们一起帮你寻找 他们也飞了过来 来到附近的时候 他们也愣住了 望向前方的时候 他们吓得身躯颤抖 云老更是直接摔倒在地 指着前方 满脸惊恐地说道 你 你竟然还没死 在那脚印的尽头 是一道身影 正是凌轩 他面色有些苍白 在周围 有着一些混沌的气息 散落四方 而在他手中 则是有这一面盾牌 一面古朴无比的盾牌 此刻 盾牌上面 出现了一道巨大的裂痕 差点将整个盾牌 劈成两半 威力还真是可怕呀 林轩冷哼一声 神情无比的凝重 刚才面对这一剑的时候 他并没有用大龙剑反击 也没有闪躲 而是心神一动 他想看看 他能不能够抗衡得住 这绝世一剑 林轩的实力 比之前有了大幅的增长 再加上 他又从五个水晶宫里 得到了很多宝贝 尤其是 他得到了大地神盾 所以 他就有了抗衡的心思 在那危机的时刻 林轩施展了全部的力量 拿出了大地神盾 挡在了面前 不得不说 九幽魔龙极其的可怕 他被震退了出去 盾牌都有一些破损 不过 他还是挡住了 这绝世一剑 低头看了看 手中破碎的大地神盾 林轩脸色无比的凝重 破损了吗 这可是一件 极其强大的盾牌啊 难道只能用一次吗 还真是可惜啊 不对 突然林轩微微一愣 在轮回眼的目光之下 林轩发现这盾牌 正在快速地恢复 上面的裂痕 正在缓缓地消失 虽然这个速度有点慢 一般人发现不了 可是 林轩的轮回眼 还是发现了 他心中无比的激动 这盾牌 还真是出乎预料呀 即便破了 也能够恢复过来 想到这里 林轩咧嘴笑了 他收起了大地神盾 将它放到了大地刀里面 他用六刀的力量 加速对方的恢复 这可是一剑 不得了的盾牌啊 防御极其地强大 说不定 关键时刻能够保密 随后 他望向了前方 笑着说道 你这一剑 也不过如此嘛 刚才那一剑 应该是你最强的力量了吧 拿着绝世的神器 你却只能够 发挥出这点威力 不得不说 你还真是弱得可怜呀 你这个垃圾 不配拥有魔龙剑 我劝你还是交出来吧 他在我手中 才能够发挥出 魔剑真正的威力 林轩一边说着 一边朝着 前方走去 怎么可能 挡住了 龙飞见到这一幕的时候 脸色难看到了几点 说实话 这个结果 出乎他的预料 在他看来 对方就算不死 也得重伤吧 可是现在 对方似乎受了一点轻伤 这和他计划的 完全不一样 看样子 是之前的那个盾牌 救了对方一命 龙飞自然也看到了 快裂成两半的盾牌 没想到 对方手中这样的宝物 不过 那又如何 他已经破损了 承受不住第二次攻击了 而他却可以发动第二次 绝世的攻击 虽然需要等上一段时间 不过 一段时间之后 对方必死无疑 对方再也挡不住 他的下一剑 后方 龙族的那些强者们 同样也惊呆了 这就是林无敌吗 果然够强大 看样子 接下来对方要反击了 想到这里 他们发疯一般的后退 逆剑狂神 第七千七百三十三章 五行天龙诀 作者 一剑清星 林轩确实反击了 他的速度非常的快 瞬间便杀到了云飞面前 身上的剑气飞舞了出来 在他背后 形成了一棵柳树 这是一棵通天的柳树 树叶和树枝 全部是金色的 带着璀璨的光芒 这是至刚至阳的力量 持剑者 随风拂柳 金色的柳树 快速地旋转了出来 他的柳枝带着叶子 快速地飞舞 洞穿了天地 瞬间便杀向了龙飞 龙飞震惊 他自然感受到了 致命的危机 没有了九幽魔龙剑 那强大的力量 面对林轩的时候 不敢有丝毫的大意 一声怒吼 他身上出现了 可怕的龙影 随着他的一呼一吸 身上的龙道力量 快速地爆发 在他周围 虚空之中 同样也出现了很多树木 这些树木 就如同盘龙一般 它们快速地生长 形成了参天大树 将龙飞的身影笼罩 这同样也是木的力量 无数的木龙 杀向了前方 和金色的柳树碰撞在一起 惊天动地的声音传来 无数的木龙身躯破碎 化成了木屑 散落四方 柳树似乎也被挡住了 趁着这个机会 龙飞从天而起 来到了九天之上 金龙 猎风 双袖挥动 无数金色的风暴 快速地飞了过来 这些风暴 是由金色的锋刃 凝聚形成的 这些锋刃带着无比可怕的气息 就仿佛千万道神兵降落了下来 风中更是有着金龙的幻影 虽然比不上大龙剑魂的锋利 但是也远远超过了一般的神通 这是神诀 五行天龙诀 太虚龙宫的八大神诀之一 此刻由龙飞全力施展出来 当真是恐怖之极 天空中的金龙带着滔天锋利的气息 快速地杀来 瞬间便来到了凌轩的头顶 这还没有完 龙飞继续出手 水龙 深渊之行 脚下 虚空裂开 出现了一片汪洋大海 海水深邃至极 冰冷刺骨 而在这大海之中 有着一道巨大的水龙幻影浮现 它的身躯盘旋 形成了巨大的漩涡 仿佛能够吞掉一切 轰的一声 它掀起了惊涛 天上和地下 滔天的龙道气息 彻底地将凌轩笼罩了 林无敌 就让我看看 你的大龙剑 究竟有多强吗 龙飞眼中 绽放着凛略的光芒 死死地盯住了前方 它可没有留守 两大绝世神通一起爆发 对方绝对不敢大意 或许 它可以凭借着这一战 感受大龙剑真正的威力 天道 白鹤 面对这么可怕的攻击 林轩也是冷哼一声 它施展了六道中的天道 天道的力量 化成了一只白鹤 这只白鹤 瞬间从林轩身上 飞舞了出来 在它头顶盘旋 它的身形不停地变大 化成了上百米 两只翅膀舞动 带起无尽的天道之力 这只白鹤和林轩得到的 天道观像图上的白鹤 极其地相似 不过 这不仅仅是单纯的天道力量 还拥有林轩的神仙之力 以及它体魄的混沌之力 这是多种力量 融合在一起的绝世神通 白鹤震翅飞翔 瞬间就杀向了天空 两只翅膀就如同两柄剑 劈开了金色的风暴 轰鸣的声音传来 两只庞然大物在决战 所有人都紧张起来 龙族的那些强者们 抬头望天 恐怕这将是一场龙争虎斗吧 然而 情况出乎他们的预料 漫天的金龙 被那双翅膀 瞬间就劈开了 金龙的身影 化成了无数的龙道气息 散落四方 而白鹤则是转身俯冲 瞬间杀向了汪洋大海 白鹤的一双爪子 探入到大海之中 瞬间便抓住了水龙的身躯 然后 将它带离了大海 水龙在大海之下 力量非常的可怕 离开了那汪洋大海 它的实力便减弱了 不过 它也不会放弃 在龙飞的控制之下 水龙快速地盘旋 笼罩了白鹤的身躯 水龙的身躯彻底裂开 两头庞然大雾 同时消散在天地之间 虽然解决了白鹤 可是 龙飞的脸色 却并不好看 它是用两大神通 才抗衡住 对方的一个神通 这岂不是说 它被对方给压制了吗 对方似乎施展的也不是 大龙剑的力量吧 该死的 对方没有权力出手 它被对方给小看了 更重要的是 它不知道 这灵无敌的极限 究竟在哪里 对方站在那里 就仿佛深不可测 有点本事 灵迷起了眼睛 笑着说道 原本我还以为 你会拿出很多神器 与之战斗呢 没想到 你自身的实力 竟然也不错 算得上是个天才 但是 依然不是我的对手 龙飞真的是气疯了 说实话 如果在之前 它早就拿出各种神器 杀向前方了 然而 它之前一身的宝贝 都被那个狂神抢走了 虽然后来回家族之中 又补充了一些东西 但却比不上之前 如今 它手中最好的两个宝贝 就是九幽魔龙剑 和这辆战车了 九幽魔龙剑 是保命用的 它无法多次使用 这辆战车嘛 防御不错 可似乎也伤不到林无敌 怎么不出手了 既然如此 那我可要动手了 林轩再次出击 它施展六道轮回 和对方大战 龙飞瞬间就被压制了 它也是怒了 双眼通红 可恶 竟然敢小看我 它施展了一种秘书 强行施展了龙雪 它的实力再次提升 和林轩大战在一起 惊天动地 与此同时 在他们后方 天梯之上 还有着一场战斗 一团神秘的黑物 和龙武 黑衣女子等人 在战斗 不得不说 这团黑物十分的神秘 强大 龙族的这些强者 联合在一起 实力更强 他们打在黑物之上 就仿佛打在空气之上一般 对黑物造成的伤害很小 反而 那黑物之中 竟然带有一股神秘的气息 能腐蚀他们的身躯 这让他们如临大敌 双方一时间 僵持了下来 这么多人 只是和对方打平 实在是让他们震惊 突然 前方响起了一道 可怕的龙吼之声 凛冽的剑气 贯穿了天地 即便隔着这么远 他们竟然也感受到 一丝致命的危机 这是九幽魔龙剑 黑衣女子等人惊呼起来 看样子 是龙飞在前方呀 和龙飞大战的 又是什么人呢 他们无比的疑惑 如果龙飞 能带着魔剑过来 那他们就安全了 等了一会儿 也没有发现对方过来 这让他们无比的失望 而那团黑雾 却是惊讶之极 前方竟然拥有 如此厉害的人物 看样子 我不能够在这里 耽误太长时间了 小家伙们 看来 我得展现一点 真正的实力了 这黑雾突然变大 仿佛化成了一方牢笼 朝着前方 狠狠地笼罩了过去 逆剑狂神 第七千七百三十四章 水火神刀 作者 一剑倾心 黑雾化成了一方牢笼 铺天盖地地落了下来 众人如灵大敌 黑衣女子说道 把力量给我 所有人的龙道力量 朝着她身上飞舞 她头顶的皇冠 突然绽放出神秘的气息 原来 这皇冠 还是一件绝世的宝物 此刻爆发 威力惊人 黑雾也是剧烈地翻滚了起来 雾气之中 传来了一道惊讶的声音 下一刻 她放弃了黑衣女子等人 朝着最近的龙武飞去 黑雾化了十几根黑色的柱子 和锁链 瞬间便笼罩了龙武 将它吞没 下一刻 黑雾化成一道闪电 朝着前方飞了过去 不好 龙武师姐被她镇压了 该死的 留下来 黑衣女子也是怒吼一声 快速地出击 金色的龙爪挥舞 然而 紧紧抓住了一些雾气 怎么办呀 龙族的那些舞者们 脸色难看到了几点 黑衣女子说道 追 他们快速地冲了过去 他们根本无法像黑雾那样 高速地行动 他们虽然一路追击 可速度很慢 眨眼间 他们已经 看不见对方的影子了 在前方 林轩和龙飞的战斗 还在继续 林轩一直施展六道世界的力量 和龙飞大战 龙飞被压制了 他身上 已经出现了一些伤 有些连白骨 都浮现了出来 他的小脸 无比地冰冷 有好几次 他都有致命的危机 还好 身边的战车 防御无双 帮助他挡住了几次 几头绿龙 出现在他身上 带着强大的生命气息 来修复他的伤 龙飞双手之上 浮现出火龙和水龙的幻影 他准备融合在一起 而他身上 则是覆盖了一层土龙战甲 金龙得力量 同样在他的头顶弥漫 他将五行天龙诀 施展到了极致 再次杀了过去 五行之龙 大战六道轮回 说实话 林轩并没有施展全部的力量 他的六道世界 刚刚提升实力 他现在 正准备熟悉这股力量 他没有秒杀对方 而是在战斗中 掌握这股新的力量 如今 已经掌握得差不多了 他准备解决战斗 水火的力量 融合在了一起 化成了一柄 更加可怕的火龙神刀 朝着前方 狠狠地斩了过来 火焰弥漫 白雾笼罩了四周 这种白雾 带有极强的龙道威压 能够压制真神的感知 下一瞬间 龙飞来到了林轩的身后 悄无声息 他眼中带着 极其凛冽的杀意 去死吧 手中的水火神刀 狠狠地斩了下 眼看就要将林轩斩中 可就在这个时候 林轩转过头来 眼中带着一丝冷笑 太极 懒雀尾 林轩手中 出现极其可怕的黑白剑气 快速地凝聚 化成了一头猪雀的尾巴 朝着后方 狠狠地扫了过 当 一道神秘的弧线 落在了水火神刀之上 瞬间将这柄神刀 给拍飞 不但如此 龙飞也是 斜着飞了出去 他的手臂都裂开了 那股巨大的力量 让他受了伤 怎么可能 龙飞震惊无比 他不是压制了 对方的感知吗 在这白雾之中 对方什么都看不见 什么都听不见 对方不可能 发现他的攻击 可是现在呢 对方不但发现了 而且还后发先知 竟然又伤到他了 这一次 他的伤口 恢复得无比的慢 光凭借龙道的力量 很难恢复了 他只能够再次拿出 那个宝盒 从里面拿出了一枚丹药 吞了下去 里面的丹药 是绝世的神丹 拥有无上的力量 吃下去之后 他身上的伤势 恢复的速度加快了 但是 也没能一瞬间 恢复如初 他能感受到伤口之上 有着一股无间不摧的力量 不停地摧毁着他的生机 龙飞面色一变 惊呼到 大龙剑的力量 刚才那朱雀的尾巴 是由大龙剑 凝聚形成的吗 难怪这么可怕 之前 林轩一直没施展 大龙剑的力量 龙飞都快忽略这一点了 没想到 对方突然出手 杀了他一个措手不及 还真是让人眼红的力量 在龙飞看来 这是大龙剑魂所化 他并不知道 其实不是这个样子的 这确实是大龙剑的力量 但是 并不是大龙剑所化 林轩施展的是太极剑法 配合着大龙剑的力量而已 真正的大龙剑的力量 比这要强大得多 不能够再这样下去了 得施展那一招了 打了这么长时间 龙飞虽然受了伤 可是 他已经积攒了足够的力量 能够承受住 九幽魔龙剑的压力了 他能够挥动 第二道绝世剑气 突然间 黑色的魔剑 出现在了他的面前 龙飞幻化出了 可怕的龙爪 抓住了这柄魔剑 无边的龙道力量 再次涌了出去 给我斩 黑龙仰天咆哮 九幽的气息弥漫 仿佛化成了九幽地狱 小子 上一次 你用盾牌挡住了 试你运气好 你的盾牌已经破碎了 这一次 我看你怎么抵挡 龙飞估计过了 就算对方全力地推动大龙剑 应该也和他的力量差不多 甚至要比他的九幽魔龙剑 弱一点 毕竟他的血脉力量 比对方强大 同样施展底牌的情况下 他还是超过对方 只要对方受伤 他就带着手下 一起出手 镇压对方 林轩摇头冷笑 对方 对于大龙剑的力量 一无所知 甚至 他根本不需要 全力动用大龙剑 谁说他的盾牌破碎了呢 面对这一剑 他依然没有闪躲 手一挥 一面古朴的盾牌 浮现了出来 这盾牌 正是之前的大地神盾 上面的裂痕 也已经消失不见了 虽然六道世界中 大地道的世界 变得有些暗淡 这盾牌却已恢复 也值得了 林轩举起了盾牌 挡在了身前 这一次 他仰天咆哮 混盾体 绽放出更加可怕的力量 甚至 在盾牌之上 也出现了一个太极的图案 快速地旋转 给我挡住 林轩一声怒吼 宛若绝世战神 竟然朝着前方 冲了过去 哄 惊天动地的声音响起 这一剑 斩在了神盾之上 发出毁灭般的气息 哄哄哄 天崩地裂 林轩再次倒退了出去 盾牌之上 同样浮现了一道裂痕 但林轩却毫不在意 因为他知道 只要时间足够 这盾牌就能够恢复 而他 则是化成一道闪电 朝着前方冲过去 这是解决对方的好机会 逆剑狂神 第7735章 神图VS太极 作者 一剑清新 林轩的速度很快 瞬间便杀向了龙飞 此刻的龙飞 脸色苍白 身躯颤抖 他刚才施展全力 想来能够偷袭成功 击杀对方 可是哪里想得到 竟然又被对方给挡住了 这怎么可能 龙飞打死也不相信 他发现对方竟然 又拿出了一面盾牌 用那面盾牌 挡住了他的九幽魔龙剑 这样的盾牌 绝对是最顶级的神器 对方手中 竟然有两个 开什么玩笑 他不知道 这还是之前的那面盾牌 他也没见过 盾牌破损成那样 还能自动恢复的 在龙飞看来 林轩手中 应该拥有两个超级盾牌 这底蕴 就有些太吓人了吧 他不知道 对方身上 还有没有其他的宝贝 他现在真的是害怕了 他准备逃离 快来帮我 龙飞一边后退 一边登上了战车 同时 招呼身边的那些人 一起出手 这些人都登上了战车 他们将力量 打入到战车之中 战车之上 那些密密麻麻的符文 绽放出璀璨无比的光芒 化成了一道又一道秩序锁链 在四周旋转 来抵挡林轩的攻击 当当当当 林轩的不少剑气 打在了这些秩序锁链之上 发出震天般的声音 有一些剑气被挡住了 还有一些剑气 撕开了秩序锁链 杀向了战车 这辆战车的防御 也是极其的可怕 虽然战车摇摇晃晃 上面的光芒 变得明灭不定 可还是挡住了 哼 没用的小子 这辆战车的品级也超出你的想象 你破不开他的防御 虽然你底牌众多 可我也不是吃素的 龙飞见到这一幕的时候 松了一口气 伤不到你 林轩冷喝一声 他的手掌之上 有着黑白的光芒旋转 这是太极的力量 突然间 黑色的光芒消失 手掌化成了漆黑 太极 匀手 林轩的手掌消失不见 仿佛化成了无数的雾气 虚空微微晃动 战车里面的那些人 原本还想嘲讽 在他们看来 林轩这是自不量力 对方根本破不开防御 龙飞却是面色一变 他感受到 一股致命的危机 在他面前 虚空之中 突然飞出了无数的黑色雾气 化成了一只漆黑的手掌 朝着他的头 狠狠地抓下 不好 这是什么手段 竟然无视了战车的防御 龙飞吓得后退 空间就这么小 他已无处可逃 他打出了五行之力 化成了五行神徒 挡在了他的面前 在一瞬间 五行神徒 剧烈地晃动 变得扭曲 上面出现裂痕 黑色的手掌 穿过了五行神徒 再次杀向了龙飞 该死 龙飞面色大变 危急时刻 他顾不得什么 他开始燃烧自己的本源 本源之火浮现出来 融合在了九幽魔龙剑之上 九幽魔龙剑翻滚 化成了一头黑色的魔龙 环绕在了他的身前 轰的一声 这一掌 拍在了魔龙之上 发出轰鸣般的声音 黑色的手掌破碎 化成了云雾 散落四方 龙飞也是刀退出去 差点摔倒在地 他的脸色 变得苍白之极 虽然他挡下了这一招 他却消耗了很多血脉 少爷 你怎么样了 周围龙族的那些强者 见到这一幕的时候 脸色大变 刚才那是什么手掌 也太可怕了吧 这灵无敌会的神通真多 每一个都可怕至极 他们望向前方的时候 一脸的惊恐 灵轩也是微微皱眉 竟然挡住了 真是出乎预料 没想到 这龙飞 还能施展九幽魔龙剑 想来消耗了不少龙血吧 这样的情况下 对方还能施展几次 过多的消耗力量 到时候都不用他出手 对方就会化成一堆白骨 灰飞烟灭 他冷哼一声 准备再次出手 身上的剑气飞舞了出来 将前方的战车笼罩 防止对方偷走 灵轩一步步地走来 他的脚步声 就如同天雷一般 落在了众人的心上 众人的心 狠狠地跳动了起来 龙族的这些强者们 脸色难看到了几点 就连龙飞也也是心头狂跳 说实话 他从来没有过这种威胁 即便是面对狂神的时候 他也没有像今天 这么害怕过 因为他知道 狂神不敢杀他 眼前的这个林无敌 身上这带有一股 惊天的杀意 对方不打算留守 真的想斩杀他 恐怕现在 再说什么身份背景 也没有用了 对方根本不畏惧 他只能够想办法抵挡 他自身的血脉 消耗了很多 再拼下去 他很难再支撑 他对着身边的那些人 说道 把你们的本源血给我 周围龙族的那些强者 弟子们 微微一愣 说实话 他们不舍得 本源血脉消耗过多 他们境界会受到影响 甚至生命会大幅的下降 龙飞冷哼一声 有什么舍不得 要是抵挡不住 那个家伙的剑气 我们都得死 众人知道 龙飞说的是真的 他们咬牙 划破了自己的眉心 本源之血飞了出来 朝着前方飞去 涌入到了魔龙剑之中 魔龙剑 仿佛成了绝世的魔龙 龙头抬起 将这些本源之血全部吞掉 好 低沉的吼叫声传来 一股惊天的气息 弥骂出 感受到这股力量的时候 龙飞松了一口气 看样子 有了对抗的资格 林轩则是微微皱眉 他也准备动用大龙剑了 体内同样发出了 可怕的龙吼之声 双龙争锋 眼看大战就要爆发 可就在这个时候 后方却传来了 破空的声音 还有一股神秘的力量而来 感受到这股力量的时候 林轩和龙飞都停了下来 他们望向后方 下一刻 他们发现一道黑影 以极快的速度 从后方冲了过来 刹那间 便来到了他们附近 一眨眼 便掠过了他们 朝着前方的水晶弓冲去 战车之上 龙族的那些人都猛了 他们眼花了吗 他们看见了什么 有人以极快的速度 在天梯之上飞行 开什么玩笑呀 这人是何方神圣 也太可怕了吧 林轩则是面色一变 水晶宫里面的力量 他志在必得 在他看来 这里没有人 能够比他还快 可是现在 有一个人 竟然出乎他的预料 逆剑狂神 第七千七百三十六章 争夺宝物 作者 一剑清新 神秘的黑影 究竟是何方神圣 林轩不知道 他发现 对方已经要进入水晶宫了 他绝对不能 让对方夺走里面的力量 想到这里 他放弃了龙飞 身形一晃 化成一道剑光 冲向了前方 他的速度 同样快如闪电 走了吗 战车之上 龙族的那些舞者们 松了一口气 之前林无敌 给他们的压力 真的是太大了 一度让他们绝望 如今 这个可怕的剑神 终于离开了 龙飞目光阴沉不定 他也是松了一口气 很快 他便涌现出一股不甘 他是龙族顶级天才 血脉非凡 手握重宝 原本他志在必得 可是现在 先后有两道身影 冲向了水晶宫 其中一道 还是林无敌 他感觉 自己完全被比下去了 深吸一口气 龙飞准备 也前往水晶宫 少爷 放弃吧 是啊 那个林无敌太强了 我们不是对手啊 趁着他现在寻找宝贝 我们还是赶紧离开吧 一群废物 龙飞冷哼一声 你们待在这里 我自己前往 他脚掌一跺 踢着九幽魔龙剑 便朝着前方杀了过去 九幽魔龙剑 消耗的力量很大 如果不是用来攻击 而是用来守护的话 消耗的力量 还在承受之中 再加上 他手中还有几枚神丹 还能支撑一下 前方 那团黑雾最先进入了水晶宫 紧接着便是一道绝世剑光 杀了进去 最后才是龙飞 三道人影 先后进入到了水晶宫之中 消失不见 林轩进入到了水晶宫之中 他发现 这水晶宫和之前的有所不同 之前的水晶宫 分成了很多的垫落 而眼前的这一个 只有一方垫羽 一个大垫 无比的广阔 脚下是有暗红的石板 铺成的地面 四周的墙壁 则是非常不规则的 仿佛是由大山直接组成的 在前方 有着一方雪池 雪池的面积 也就上百平 并不算大 雪池里面 全都是血水 拥有一股极其可怕的气息 而在这雪池的中心 还有着一个古老的祭坛 上面布满了密密麻麻的纹路 仿佛一个又一个 奇怪的符号 林轩发现 前方的那团黑雾 已经停在了雪池的旁边 黑雾沉浮不定 他的目光 落在黑雾里面 竟然被吸收了 他根本无法看清里面的景象 这让林轩无比的惊讶 这黑雾 之前能够无视雪煞的气息 和天梯的压力 绝对是一个不得了的存在 不过 那又如何 没有什么人 能够阻挡住他的步伐 林轩身形一晃 也朝着前方的雪池飞去 这个时候 后方的龙飞 也飞了进来 刚刚进来 他便盯住了前方的雪池 也看到了林轩两人 前方的那团黑雾 似乎感应到林轩的到来 黑雾之中 浮现了一只紫色的眼睛 朝着林轩望去 见到林轩并没出手的样子 这只紫色的眼睛 便收回了目光 在他身上 出现了无数道黑色的符纹 足有几百个 将整个雾气环绕 那些黑色的符纹 绽放光芒 连成一片 就仿佛一片 无上的古今一般 这黑色的雾气 一个俯冲 瞬间就进入到了血海 龙飞见到这一幕的时候 也是加快了速度 他动用了九幽魔龙剑的力量 无边的九幽魔龙器 在他身边凝聚 化成了一件铠甲 将他的身躯笼罩 只浮现出了一双眼睛 他也进入到了血池里面 反倒是林轩 站在血池的旁边 并没有进去的意思 林轩望向了血池 他的目光 如同利剑一般 劈开了一切 他发现这些血池 似乎有一丝神秘的力量 竟然阻挡了他的目光 他只能够看到一些混沌般的影子 无法看清 也无所谓了 林轩根本不需要进入到血池 他只需要施展修罗道的力量 形成共鸣 就可以 让血池里面的宝物 自动地飞出来 想到这里 林轩手一挥 背后出现了一方世界 这修罗世界 林轩催动修罗世界的力量 发出了神秘而血煞的气息 飞向了前方 整个血池剧烈地晃动了起来 血池里面的血 快速地沸腾 一个个气泡冒出 裂开 有着血色的雾气 在四周飞舞 一股恐怖的力量 席卷而出 整个血池 就仿佛沸腾的水一般 下一刻 在血池里面 传来了两道怒吼的声音 率先冲出来的 是环绕着上百个黑色符纹的黑雾 他撕开了血池 来到了高空之中 接下来 又是一道闪电飞出 正是龙飞 龙飞身上的魔龙气息 也是变得暗淡了一些 很显然 是被之前的血池力量 击中了 两人离开了血池 在半空之中 目光惊疑不定 林轩嘴角却是扬起一抹冷笑 这两个人 拿什么和他争 他发现 血池沸腾得越来越剧烈 一个巨大的气泡 浮现了出来 这个气泡 有桌子那么大 从里面浮现出了一道身影 冲了出来 轰的一声 血池仿佛彻底裂开了一般 这道身影 出现在了天地之间 这是一个血色的身影 身高二十米 身上有着滔天的血沙气息弥漫 他身上的血珠 不停地滴落 洞穿了天地 林轩见到这一幕的时候 愣住了 这就是最后一个 水晶宫里面的宝贝吗 就是这道血色的身影吗 这倒是出乎他的预料 是傀儡吗 林轩不清楚 他继续推动修罗道的力量 哇 血色的身影 溢立在半空之中 突然间 似乎感应到什么 他睁开了眼睛 就仿佛两柄血色的利刃 劈开了天地 下一刻 他盯住了林轩 快速地冲了过来 一瞬间 便来到了林轩面前 林轩笑了 看样子 很轻松地 就能够收下对方 下一刻 他却面色一变 身形一晃 他瞬间躲开 在他原来站立的地方 一道血色的利刃 劈开了虚空 怎么回事 林轩愣住了 这道血色的身影 竟然在攻击他 这是什么情况 要知道 这在之前 是从来没出现过的事情 之前 在五个水晶宫里面 林轩轻松地 收集到了五个宝物 在这最后一个水晶宫 情况似乎出现了变化 逆剑狂神 第七千七百三十七章 见到 烧龙 作者 一剑清新 一击不中 血色的身影 抬起了头 再次望向了林轩 他画成一刀血色的闪电 快速地冲了过去 在他手中 出现了一柄血色的长刀 大开大合 劈开天地 长刀之上 有着一股惊人的力量 光是这股力量 就能够让弱者疯狂 就算是真神 被这么多杀器笼罩 恐怕也会灵魂受窗 林轩不停地闪躲 躲开了这些攻击 退到后方 他也是有些怒了 这家伙 没完没了了是吧 手一挥 他施展了天道 白鹤 一道神兽幻影 划破虚空 带着无上的天道力量 瞬间击中了 这道血色的身影 血色的身影 身躯立刻裂开 倒在了大地之上 解决了吗 龙飞和那团黑雾 也是微微惊讶 不会这么容易吧 他们都盯住了 那破碎的身影 破碎的血色身影 再次飞回到了血海之中 下一刻 他又从血海里面飞了出来 重新凝聚出了 完整的身躯 不但如此 这一次 在他身上 还多了一具铠甲 一具血色的铠甲 他背后 还出现了血色的头发 不停地飞舞 而在他手中 更是出现了一柄 修罗长刀 他的气息 比之前变得更加的可怕 仿佛化身为血修罗 他再次杀向了林轩 两者的速度很快 大战在一起 就如同两尊战神 在对决一般 转眼之间 上百招一过 轰的一声 林轩后退了出去 他踩碎了虚空 屹立在了天地之间 他的眉头微微皱起 他发现 前方的血修罗 实力很强大 甚至 比之前他遇见的那个老玉 还要强大了一些 这在大成真神中 都是极其不得了的存在 如果在之前 林轩还真不是对手 现在 他实力增强之后 倒是能够和对方抗衡 想要完全打败对方 恐怕要付出一些代价 如果是单挑的话 林轩毫不在意 可是现在不行 周围还有两个家伙 虎视眈眈 一个是龙飞 虽然不是他的对手 却拥有九幽魔龙剑 一旦这家伙拼命 威力很强 另外一个 则是神秘的黑物 到现在为止 林轩也不清楚 对方究竟是何方神圣 林轩毫不可能 和血修罗拼命的 他发现整个过程中 血修罗只攻击他一个人 而无视了龙飞和黑物 想来想去 林轩觉得 应该和他拥有六道轮回有关 想到这里 林轩手一挥 收起了身上的修罗道气息 六道世界消失不见 林轩说道 也别逮着我一个人攻击嘛 这两个家伙 可都在打你的主意 林无敌 你几个意思啊 龙飞立刻就怒了 这家伙 想要祸水东移 黑物之中 也传来了 一道冷哼之声 他的一双紫色的眼睛 浮现了出来 一股可怕的气息 在弥漫 整片天地在晃动 很显然 黑物也准备动手 然而 血修罗 依然没有理会这两个家伙 而是盯住了林轩 他再次出手 这一次 他背后的血色光芒 不停地绽放 他的后背裂开 有着无数血色的 七符号飞舞 从里面飞出来 一只又一只手臂 到最后 化成了八百只手臂 八百只手臂 就如同血色的巨蟒一般 在天地间 张牙舞爪 这些手掌 形成了不同的印记 朝着林轩 狠狠地拍了过来 林轩脸色阴沉了下来 没想到 他收起了六道轮回 对方依然没放过他 他也是怒了 既然如此 那就镇压对方吧 林轩抽出了七星龙渊 身上的剑气 彻底地爆发 一道朱雀的幻影 浮现了出来 朱雀那巨大的尾巴 朝着前方 狠狠地扇了过去 就仿佛一柄苍天之扇 八百只血色的手掌 剧烈地晃动了起来 上面的印记 绽放出滔天的光芒 两者碰撞在一起 毁灭般的气息 席卷四面八方 一击之后 林轩剑指苍穹 十八重天 快速地落了下来 这股力量 真的是太可怕了 龙飞和黑雾两个人 也是神情凝重 他们身形一晃 退到了大殿的角落里 他们在观战 他们并没有动手的意思 八百只手掌 绽放光芒 掌心朝天 他们穿过了一层又一层苍天 竟然将十八重苍天 挡在了天空之中 这景象 真的是太震撼了 就连林轩 也是惊讶无比 诸天剑法 无往不利 没想到这一次 竟然被挡住了 真是不可思议 他眼中 绽放出极其凛冽的光芒 体内的大龙剑魂咆哮 龙形剑气浮现出来 和七星龙渊融合 逆天剑法 朝龙 这是林轩自创的剑法 他动用了无上的剑道 以及大龙剑 那无坚不摧的力量 七星龙渊 就仿佛化成了一头星空之龙 凌空展落了下来 所过之处 一切灰飞烟灭 八百只手掌 原本抵挡住了诸天剑法 可是下一瞬间 却被七星龙渊斩中 八百只手掌 断成了两半 从空中不停地掉落 天地之间 下起了血雨 浩强的一剑 龙飞见到这一幕的时候 面色大变 面对这一点 恐怕他得动用 魔龙剑的威力才行吧 看样子 这林无敌要拼命了呀 黑雾之中 紫色的眼眸 也是不停地闪烁 不知道在想什么 血修罗 同样发出了愤怒的咆哮 他重新回到了血池 来到祭坛旁边 下一刻 他的脚掌之下 有着无数道血色的光芒 飞舞了出来 就仿佛化成了一道尾巴 探入到了血池之中 他开始疯狂地 吸收血池的力量 血池再次剧烈地沸腾了起来 在他背后 那些断裂的手臂 想要重新生长出来 正常情况下 断裂的手臂 肯定会恢复的 可是 这一次 却并没有 林轩的大龙剑 无坚不摧 断裂的伤口之处 有着锋利的气息 在盘踞 阻止了这种生长 血修罗微微一愣 似乎大脑空白了几秒 下一刻 他再次愤怒地咆哮 他放弃了背后的手臂 在他的身前 身躯破碎 八百只手臂 重新长出 这场景 更加地怪异 对方就仿佛化成了一个怪物一般 八百只手臂 长出来之后 一起抓向了前方 抓住了手中的那柄修罗之刀 哄 无边的力量涌入了过去 八百只手臂 挥动修罗之刀 朝着前方狠狠斩去 修罗刀 惊天殿 逆剑狂神 第七千七百三十八章 绝是一刀 作者 一剑清新 修罗刀从天降 划出了一道血色的光芒 刀身之上 竟然凝聚形成了 一个极其古朴的符文 远远望去 就仿佛一只神秘的眼睛 而随着这道符文出现 下方血池里面的血水 以及快速的速度消失 水位下降了三分之一 伴随着这种变化 修罗刀的力量 却是猛然提升 提升到了一个不可思议的地步 龙飞面色大变 他如灵大敌 他身上的魔龙 都发出了阵阵咆哮之声 另外 一边的黑雾 同样也是剧烈的翻滚 身上的百个古老的符文 冥灭不定 林轩更是首当其冲 身边的虚空彻底的破碎 化成了无尽的裂痕 他的神情变得无比凝重 这一刀给他致命的危机 已经不弱于之前 九幽魔龙殿带来的力量了 这是绝世一刀 恐怕没有几个人能够挡住 林轩手中的神盾 估计现在也没有恢复吧 要拼命吗 林轩眉头紧紧皱起 他还是没有打算 和对方拼命 毕竟旁边还有两个人 林轩运转所有的力量 全力地施展形自觉 他的脚下 有着神秘的纹路出现 他的速度 快到了极致 刷 他化成了一道流光 朝着远处飞去 天空之中 血色的刀光 快速地落下 还带起了无数的大海幻影 血色的大海 笼罩了天地四方 林轩虽然躲开了最致命的危机 还是没有离开血海的范围 这样下去 也不是办法 想到这里 他叹息一声 他拿出了一个玉佩 将其捏碎 一到空间之力 将林轩笼罩 他的身影消失不见 轰轰轰 修罗道彻底地落了下来 斩破了天地 斩在了水晶宫的墙壁之上 发出了轰鸣般的声音 前方血色的大海飞舞 席卷珠天 整个水晶宫 剧烈地摇晃了起来 仿佛要破碎一般 好可怕 龙飞脸色苍白 眼眸之中 带着一丝震撼 这一刀 已经不弱于 他全力施展的魔龙剑了 如果是他面对的话 也只有拼命 才能抗衡 林无敌还有多余的力量 抗衡这样的攻击吗 他望向前方 发现林轩的身影 已经消失不见 看样子 是被击中了 即便不死 也是重伤 最后一个水晶宫 竟然如此的可怕吗 龙飞心中 打起了退堂鼓 水晶宫的外面 无数的人 聚集在这里 他们有的 站在天台之上 遥望远方 有的直接登上了 最后一个天梯 这些人 都是从其他天梯赶来的 他们面前的水晶宫 里面的宝贝 都被夺走了 他们知道 这是同一个人所为 而此刻 那个人 已经去了最后一个水晶宫 他们绝对不会放过对方 他们要抓住对方 让对方把宝物交出来 他们发现 最后一个水晶宫 竟然剧烈地晃动了起来 从里面发出了震天般的轰鸣之声 这种变化 让所有人都惊呆了 他们从来没见过这样的景象 之前的水晶宫 都是神秘无比 哪里像现在这样 似乎要破碎一般 难不成 里面有人在战斗吗 应该是之前那个神秘人吧 他去了最后一个水晶宫 里面应该有什么强大的阵法 或者傀儡 水晶宫里应该有守护的力量 众人议论纷纷 有人好奇 不知道这个神秘人 能不能够得到最后一个宝物 也有人冷笑 不自量力的东西啊 到时候你受伤 看我怎么折磨你 说这话的 是混沌神族 以及其他的一些盖世强者 他们真的是怒了 他们付出了这么多 此刻却是空手而归 他们不甘心 就在这个时候 前方的水晶宫 突然传来了咔嚓的声音 这股声音 让所有人都愣住了 他们看见了不可思议的一幕 水晶宫 竟然破碎了 一道巨大的裂痕 撕开了水晶宫 从那裂痕之中 有着一道血色的光芒 飞舞了出来 这道血色的光芒 真的是太耀眼了 随着他的出现 整片天地 似乎都被染红了 伴随而来的 还有一股惊天的血沙气息 无数的人 都颤抖起来 实力弱的 被这股气息笼罩之后 身躯颤抖 忍不住要跪地 就连那些强大的真神 也是身躯冰凉 好可怕的血沙气息 这股力量 超越了一切 在场的 没有几个人能够抵挡 过了好长时间 那血色的光芒 才缓缓地消失 四周的血色气息 化成了无数的云雾 在飞舞 它们宁而不散 依然释放着 可怕的力量 众人通过裂痕 看到了里面的景象 突然间 它们发现 从裂痕里面 飞出来一道身影 这是一道年轻的身影 对方屹立在天地之间 身上的气息 极其的可怕 尤其是对方的一双眼睛 更是深邃之极 见到这身影的时候 不少人都愣住了 有人说道 它是那个神秘人 之前就是它 得到了水晶宫里面的宝物 它的样子又变了 看样子 它始终在变换自己的样貌 难怪我们之前找不到它 变了样貌又如何 它的神力不会变 它的气息也不会变 现在 我们记住它的气息 到时候 它就算隐藏起来 我们也能找到它 一道又一道 愤怒的声音响起 天梯之上 带着王冠的神秘女子 以及龙族的那些强者们 也是望向了远处 它们看到了 那道年轻的身影 同样惊呆了 它们能感受得出 对方身上 拥有强大的龙道力量 室内的林无敌 对方什么时候 进入的水晶宫 太不可思议了吧 它们怎么一点 都没有察觉 我们动手吧 拿下这小子 混沌神族 以及一些其他的强者 腾空而起 朝着前方飞去 它们准备联手 镇压林轩 可就在这个时候 从那裂痕之中 又有着一道身影 走了出来 随着这道身影 走出来 天地四方的那些血色云雾 剧烈地沸腾 一股更加惊人的杀气 弥漫了出来 这一次 不仅仅是血色的云雾了 天地之间 出现了血海的幻影 似乎要将众人吞没 混沌神族的那些强者们 也是停了下来 它们望向前方 惊疑不定 其他那些人更是面色苍白 这又是什么人 这股气息也太可怕了吧 它们仔细地望去 发现在前方 有着一个高大的身影 对方身上 穿着一件血色的战甲 在身前 竟然有着八百只手臂 握住了一柄绝世长刀 逆剑狂神 第七千七百三十九章 亘古不灭的剑 作者 一剑清新 对方的样子太怪异了 就仿佛一尊血魔一般 这是水晶宫里面的守护兽吗 也太可怕了吧 就连那些强大的真神 也是面色苍白 甚至连大成真神 都忍不住不停地后退 在对方的力量面前 它们似乎根本不是对手 混沌神族的那些人 同样目光阴沉 之前那个可恶的小子 是和这样可怕的强者战斗吗 不可能 一个神族的强者摇摇头 那小子 应该刚进去 就遇见了这个血修罗 对方应该不是对手 对方应该一直在逃 看着吧 很快 他就会被血修罗灭掉的 他们可不相信 灵轩能够和这样的强者抗衡 哼 血修罗再次出手了 手中的长刀飞舞 虽然不如之前的那绝世一刀 但是 仍然可怕至极 他现在的普通攻击 都远超一般的大成真神 完了 那个小子死定了 他再强 也不是对手了 我感受到 这血修罗身上的力量 极其可怕 恐怕到达了一千五百万道神道文 什么 这么厉害吗 那这小子没救了 无数叹息的声音响起 他们都不看好灵轩 天梯之上 带着王冠的神秘女子 也是紧张起来 灵无敌 能抵挡得住吗 灵轩的速度 快到了极致 不停地闪躲 那些血色的刀光 从他身边飞过 并没有伤到他 而刀光之上 所形成的血海 覆盖的面积 非常的大 他们笼罩了灵轩 结果 被灵轩的剑气劈开 转眼之间 几十招过去了 灵轩并没有受伤 远处的那些人 见到这一幕的时候 都惊呆了 竟然挡住了 不对 是用超强身法 躲开了 看样子 这个小子 不是血修罗的对手 他的速度 却非常快 看他的气息 根本就不是 打成真神 他能拥有 这么快的速度 应该是施展了 什么秘法吧 这种秘法 肯定会有 极大的代价 不可能持续 太长时间 一旦他的速度 减慢 他必死无疑 在场的 有不少高手 还有一些 神族的强者 他们望着 前方的这一幕 议论纷纷 这个时候 从那裂痕之中 龙飞和那团黑雾 也是飞了出来 他们也在观战 龙飞神情凝重 如灵大敌 他的实力 和灵无敌差不多 甚至比灵轩 还要差一点 即便他拼命 恐怕也奈何不了 血修罗吧 他心中的打算是 灵轩如果在战斗中 受伤的话 那他就偷袭 攻击灵轩 至于水晶宫里面的宝贝 他是放弃了 旁边的黑雾 却是目光闪烁 这血修罗 确实很可怕 然而 他却有办法 能够克制对方 但他现在 是不会出手的 他要等 等到前方的战斗 奋出胜负 漫天的刀光 不停地飞舞 灵轩的身影 则是快速地闪躲 终于 他停了下来 他不再躲了 他准备解决了对方 即便要消耗一些底牌力量 也在所不惜 七星龙渊 绽放出璀璨的光芒 化成了一方星海 而林轩身上的龙道气息 则是飞舞了出来 无坚不摧的力量 崩碎了天地 杀 林轩冲向了前方 手中的剑 化成一道道绝世的剑影 观战的那些人 见到这一幕的时候 都惊呆了 苍天 这家伙 竟然敢主动攻击 他的剑气好厉害 再厉害 又如何 境界的差距 不是那么轻易能够弥补的 一些大成真神 冷笑起来 刀光剑影 在天地间碰撞 撕裂了天地 周围那些人 发疯一般地后退 他们发现 仅仅是这股能量的余威 他们便抵挡不住 林轩的剑无间不摧 劈开了一道道血海 轰飞了漫天的血色刀光 他化成一道惊天的闪电 杀向了前方 八百只手臂挥舞 连成一片 就如同血色的城墙一般 屹立在天地之间 没有什么攻击 能够穿过去 咔嚓一声 七星龙渊撞在了上面 瞬间将这血色的城墙 撕开了一道巨大的裂痕 无边的血海 从上面落了下来 轰碎了虚空 染红了天地 血色的城墙 破碎 更多的血煞气息 飞过来修补 见到无法瞬间修补裂痕 他们便在裂痕的前方 又凝聚形成了很多屏障 竟然无法完全斩碎吗 林轩见到这一幕的时候 也是微微惊讶 这血海的力量 真是恐怖之极 超乎想象 不知道 是何方神圣的血 林轩之前 还吸收过神王之血呢 眼前这血 即便不是神王的 恐怕也超越了一般的真神 不过 他是不会放弃的 云剑 这一剑 飘渺之极 就如同云雾一般 瞬间 就融入到虚空之中 消失不见 这一剑 和之前的云首一样 只不过是把手掌 换成了剑气 观战的那些人 摇头说道 没用的 这血色的城墙 防御如此可怕 除了一些绝世的神器 或者是顶级的强者 能够轰开之外 其他的人 根本没有任何办法 没错 这小子所做的一切 都是徒劳的 周围那些人 都笑着说道 突然 他们的笑声消失了 他们那个眼睛 快瞪出来了 怎么可能 他们发现一道剑气 竟然翘无声息的 就穿越了血色的城墙 瞬间来到了 血修罗的面前 一下子 便刺中了血修罗 血修罗快速闪躲 躲开了最致命的要害 可是还是被贯穿了 好 愤怒的咆哮声 响彻天地 他身上的血海 飞舞了出来 化成了一朵又一朵 血色的神火 在天地之间绽放 什么 竟然受伤 他是怎么穿过 血色的城墙的 无数的人都惊呆了 他们瞪大了眼睛 他们实在想不明白 林轩是怎么做到的 林轩一招得手 快到了极致 他要在最快的时间内 解决对方 又是云剑 与此同时 林轩的身影 也是消失不见 下一刻 血色的城墙后面 血修罗的面前 云剑浮现 在云剑之上 出现了一道身影 正是林轩 林轩与剑融合 瞬间便穿越了血色的城墙 来到了血修罗面前 斩 可怕的龙吼声响起 林轩手中的剑 仿佛化成了巨龙一般 疯狂地落下 一剑便将血修罗 劈成了两半 庞大的身躯 轰然裂开 化成了两方血海 在天地间翻滚 这血海想要融合 恢复身躯 根本做不到 一道巨大的裂痕 始终存在 仿佛亘古不灭 众人望着这一幕 惊呆了 逆剑狂神 第7740章 修罗之刃 真强 作者 一剑清新 这是怎样的一剑 太强了 让所有人绝望 众人发现 如果是他们 面对这一剑 他们根本不是对手 即便是那些神族的强者 也是满脸的震惊 天地间 怎么会有这么强大的天才 无法磨灭的剑气吗 混沌神族的人惊呼起来 很快 他们想到了一个可能 他是林无敌 传说中的大龙传人 他施展的是大龙剑的力量 是无坚不摧的力量 这话一出 众人哗然 原来是林无敌呀 难怪他这么强大 我就知道 他的剑 足以斩灭天地间的一切 血修罗再强又如何 还不是败了 其他神族的那些强者们 则是目瞪口呆 他们死死地盯住了林轩 想要看穿对方 同时 他们眼中 带着一丝灵链 如果他们能够得到 大龙剑的话 他们没有再想下去 因为前方的战斗 还没有结束 两半的血海 虽然无法愈合 力量仍然存在 从血海之中 发出了 猙獰的咆哮之声 血修罗的破碎身躯 竟然再次飞了出来 林轩冷哼一声 还不死心吗 他手中的剑 再次斩出 哄 原本破碎的身躯 更是裂开 散落四方 林轩杀到了血海里面 开始磨灭血海 血修罗 原本还发出愤怒的咆哮声 可没多久 这声音便减弱 到最后 听不见了 只有血海 在天地之间翻滚 那些血海的力量 被磨灭了很多 剩余的那些 全部倒飞了出去 飞回了裂痕之中 回到了那方血池里面 血池也发生了变化 里面的那些神血 飞舞到了祭坛之上 祭坛上面的石碑裂开 从里面飞出来一道光芒 这是一件血色的武器 有两米多长 仿佛血液打造而成 上面有着 无数复杂而神秘的纹路 它并不是刀 也不是剑 而是一柄长刃 修罗之刃 这就是 最后一个水晶宫里面的宝物 这件武器 和之前血修罗施展的 修罗之刀有些相似 甚至比修罗之刀 更加的可怕 这应该是超越了一般的神器 极有可能是一件巅峰神器 这东西 是让所有人都眼红的 即便是那些巅峰的存在 如果见到的话 也会不惜一切代价出手的 众人都疯狂了 实力强的那些人 已经开始出手了 最先出手的是龙飞 说实话 之前他已经放弃了 血修罗太强了 他并不认为 灵轩能打败血修罗 他的目标 放在了灵轩身上 可是 灵轩的强大 出乎他的预料 他发现 他小瞧灵轩了 他无比的害怕 如果之前那神秘的黑物没有来 他和灵轩继续战斗下去 恐怕他的下场 会非常惨 他低估了大龙剑的威力 刚才 大龙剑所爆发的威力 比之前他见过的 要强大了数倍 也就是说 灵无敌在和他战斗的时候 根本没施展全部的力量 想到这种可能 龙飞既愤怒又害怕 他被人轻视了 正是因为这种轻视 让他活到了现在 而如今 看见修罗之刃 他知道自己的机会来了 灵无敌之前大战血修罗 虽然赢了 恐怕消耗非常的大 毕竟那种超越自身境界 很多倍的力量 不是那么轻易 能够施展的 此刻的灵无敌 绝对是最虚弱的时候 不过 他也没敢动手 万一对方拼命 催动大龙剑魂 对他来说 也是致命的危机 他的目标转移了 转到了修罗之刃身上 得到这件武器 他的实力 还能够大幅提升 他催动了九幽魔龙剑 身躯化成了一尊黑龙 瞬间便杀向了前方 他的速度快到了极致 眼看就要 飞到水晶宫的裂痕里面 在那裂痕之中 却出现了一团黑雾 这黑雾堵住了裂痕 龙飞瞬间便冲进了黑雾之中 刚进去 他便仿佛进入到了泥潭里面一般 黑雾带着一股低沉压抑 厚重的力量 还有一股冰冷的气息 仿佛从四面八方 要钻入到他的体内 冻结他的血脉力量 该死的 是之前那团黑雾 可恶 给我滚 龙飞怒了 他打出了金龙 裂风 金色的风暴 带着强大的锋刃 能够撕碎一切 黑雾被不停地撕开 瞬间就恢复如初 仿佛生生不息 该死 这样下去 不是办法 这团黑雾 应该不是对方的本体 对方应该 已经进入到里面了吧 想到这里 龙飞怒吼一声 只能够动用 九幽魔龙剑的力量了 这一次动用 对他的消耗更大 如果不能得到宝贝的话 那可就惨了 拼了 富贵 险中求 龙飞划破了手掌 让自己的龙血 落在了魔剑之上 魔剑就仿佛一头生灵 开始疯狂地吞噬龙血 一股超强的力量 浮现了出来 磨到剑气展向前方 瞬间便将黑雾 劈成了两半 龙飞进入到了水晶宫里面 在他之后 还有着无数身影 飞了过来 冲在最前方的 是十几道身影 有混沌神族的人 吞天神族的人 悬兵神族的人 他们也要杀进去 也要抢夺修罗之人 刚刚来到裂痕附近的时候 裂开的那团黑雾 竟然又愈合了 九幽魔龙剑 虽然可怕 但和大龙剑却不一样 他并没有那种 无坚不摧的力量 破碎的黑雾 很轻易地就融合了 这团黑雾 笼罩了冲进来的 十几个强者 那些强者进入之后 也感受到 进入泥潭一般 他们说到 联手 撕开着黑恶 混沌的力量爆发 混沌之火 席卷天地 寒冰化成了冰锥 仿佛要刺破一切 吞天神族的那些人 更是打出了黑洞 他们要吞掉这些黑物 黑物的来历 极其地非凡 远超这些人的想象 即便是龙飞和林轩两个人 也是如灵大敌 他们要动底牌 才能够抗衡的了 眼前这些人 人数众多 可是 都只是一般的大成真神 虽然血脉非凡 但依然抵挡不住 黑物剧烈地翻滚 从雾气之中 飞出来一道又一道黑线 这些黑线 瞬间便贯穿了众人的身躯 众人发现 他们的手和脚 被黑线贯穿 就如同锁链一般 被锁住了 他们的身躯不受控制 仿佛提线木偶一般 被黑物掌控了 这种患者 把针了 他们的手和脚 时常常常常常常常在 总统的身躯 也想和自然而顽 尤其是 感谢观看